欧文是现役联盟中单板能力最强的后卫,而且他也曾经在骑士时候詹姆斯身边最强搭档,凯利欧文是2011年的撞袖,在新秀赛季获得了最佳新秀的奖项,2014年选入全明星赛,并获得了全明星赛的MV。 但是场卷22.0分,3.4篮把5.5助攻1.3强断的欧文为什么职业生涯至今为止,仅仅就一个最佳三人而已?这几年,欧文到底输给了谁呢?这几年的欧文的数据和其他最佳阵容,都后卫相比又外在了哪里?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几组数据的对比,2011到2012赛季,在2011年以众身份进入联盟的欧文, 拿下了最佳新秀的奖项,2011到2012赛季,在欧文新秀赛季,可以场均砍下18.5分加5四篮板三点去入攻加1.1场段。 但是由于当时的保罗和科比正直巅峰状态,所以最佳一阵的后卫组合是科比加保罗,科比和保罗在11到12赛季,当时分别卡下了27.9分加5四篮板加4.6,助攻加1.2场段和19,8分加3.6,篮板加9.1助攻2.5场段。 而二阵的后卫组合是威肖加炮克,三阵的后卫组合为龙多加威德,虽然当时的德龙的进攻能力和等分能力并没有欧文多。 但是在11到12赛季的龙多场均两双的数据,高威文还是败下阵来,2012到2013赛季深入二年级高威,在12到13赛季的数据比新秀赛季,提升了不少。 这个赛季高威文场均22.5分,5.9,助攻3.7篮板,1.5场段的高效数据。 但是仍然无人最佳阵容,最佳一阵仍然是保罗加科比,第二阵容也就是帕克加威少。 但是第三阵容的哈登加威德当时产生了争议,因为那个赛季的威德场均砍下21.2分5.0篮板,五一助攻1.9枪断一盖猫的数据。 当时威德进入最佳三阵争议很大,但是当时联盟提出了球队战季的问题,这些争议就烟消云散了。 因为当时欧文带领的骑士队仅仅只有24胜而已,所以欧文第二年再次无缘最佳阵容。 2013-2014赛季,在13-14赛季的欧文数据毕上个赛季下滑了一点,场均20.8加6.1加3.6加1.5。 但是球队战季还是很差,仅仅33胜而已,在东部还是倒数的球队。 当时的最佳一阵的组合又和科比伤病的原因变成了哈登加宝罗,第二阵容为库利加帕克,第三阵容为德拉基奇加利拉德。 利拉德是2012年进入的联盟,但是在13-14赛季的利拉德了20.7分3点5来半5.6助攻。 虽然没有欧文的数据高,但是利拉德却带队打进了季后赛,而欧文所带领的骑士,还是东部云南球队。 2014-2015赛季,14-15赛季詹姆斯回归骑士,带领球队打进了总决赛。 而欧文呢,也在詹姆斯的带领下,终于进入了最佳三阵。 14-15赛季的,欧文场均21.7分加5.2助攻加3.2篮板加1.5降段,而同那个赛季的库利和哈登开始进入爆发状态。 两人场均可砍下23.8分4.3篮板7.7助攻和27.4分5.7篮板7.0助攻的数据,而二阵则是威尚和保罗。 而欧文以这个数据入选最佳三阵,已经可以说是庆幸了。 2015-2016赛季,15和16赛季的欧文因为伤病,又一次的无缘最佳阵容。 那年他场均砍下19.6分别4.7助攻三篮板1.1场段,那一年的最佳一阵的库利加威少,二阵则为保罗加利拉德,三阵为莫瑞加克兰。 比欧文晚一年进入联盟的利拉德已经两次入选最佳阵容了,而欧文才仅仅一次而已。 2016-2017赛季,在16-17赛季的欧文数据在前两年真的可以当选最佳阵容,甚至可以挤进最佳一阵。 场均25.2分5.8助攻3.2篮板1.2场段的高效数据,但是今年入选最佳阵容的后卫球员更加疯狂。 一阵为常规在MVP榜单上的最佳热门人选哈登加威少,二阵为霍里加小托马斯,三阵为沃尔加德罗赞。 这个赛季的小托马斯暴走,莫吉之王的他场均28.9分5.9助攻的数据,利拉欧文沃尔成为东部第一后卫。 2017-2018赛季在上个赛季欧文主动申请骑士管理层交易自己,然后欧文在上个赛季就被交易至凯尔特人和海沃尔的组成搭档。 但是金木战刚开始海沃尔就受了很严重的伤病导致赛季报销,而当时的场均可看下24.5分1蓝盘38助攻,1.1强断的数据。 但是欧文在凯尔特人仅仅只是一个终结比赛的得分手,并不是什么领袖身份,真正的领袖是主帅史蒂文斯。 而且欧文在常规赛马上就要结束了的时候,因为伤势还报销了赛季,所以在最佳阵容的评选上他也落空了。 上个赛季的最佳一阵是利拉德加哈登,二阵为德罗战加威少,三阵为奥拉迪波加库里,这个后起之秀已经把欧文彻底的碾加,利拉德已经都拿到了最佳一阵,而欧文才仅仅一个三阵而已。 这就是欧文为什么仅仅只有一个最佳三阵的原因,而利拉德沃尔等人都压制欧文,欧文果然是全联盟最好的单打能力超强的得分手,但是就荣誉来说,欧文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好。 谢谢大家